Hello,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Libei Yeah,今天我非常紧张吧 我昨晚没睡好 就是昨天晚上我十二点 就是昨天晚上十二点看那个ChineseTest.com那个网站 那我点CN那个网站 就没有我的分数,我的六级考试分数 今天早上五点半启程就想要知道我的分数怎么怎么样 可是OK 就是老实说到现在我就是不断的点击 我的分数是什么分数是什么 OK刚才我看到他们更新我的信息 所以也可以的吧 OK,我非常紧张吧 现在我没看我的那个分数 所以这是我那个真实的那个反应 我太紧张了 OK,也许我先揭晓一下 OK,从这里开始吧 上次,OK,我这个今年的三月 今年的三月参加了那个是六级考试 所以这是那时候的分数 就是听力部分也是五十二 月的部分六十三 协作部分五十五 就是一共是一百 一百七十 就是 那时候OK 那时候我以为我的分数可能更好 但是也没有那么好 我考杂了 真的 真的失望 现在是七个月之后 我不知道怎么样 OK,也许我就给你更多的语境 这个吧 合格的分数就是一百八十 其实最严格的说 没有那个合格线 那个吧 就是 也无论你的分数是什么 就是那个分数 但是 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就认为 一百八十分算是合格 就是 也一百八十以上的 以下的 算不合格吧 或者也许我应该说 一百七十九以下 算是不合格 总分就是三百 但是 连中文母语者也不能 活到三百分 这个不可能吧 也 其实 现在我很紧张 OK 我即将回去看 我的十月的分数 而且 我参加的是去年的考试 去年吧 上 不是去年 我参加的是 上个月的考试 好像 我太累了 我就是 昨晚没睡好觉 我认为拍这个视频后 我应该出去玩 去公园 什么的 我不太知道 我太紧张了 我的 我的情绪不稳定吧 也可以看 我就是 非常紧张吧 OK 三月的分数 尤其是听力部分 三月的考试 尤其是听力部分 不理想 我考杂了 上个月的考试 我表现的一半吧 所以这是我的 我的预测吧 我的分数的预测 我认为 OK 听力部分 我认为 上个月的考试 我表现的还行吧 应该是 我的猜测 就是 我的预测 就是 75 75分 阅读 阅读部分 就是这个吧 65 协作部分 55 阅读部分 上个月的考试 那时候 我就 也 就是 我的 timing 节奏 也许不理想吧 就是 有那个 考官 考官 他说 剩下的 有五分钟 那时候 我就 我就 昏了 但是 我有足够的时间 五分钟 就够了 也 我不应该 这么 过度快的 就是 选择答案吧 也 有点 麻糊吧 那个 写作部分 也 我的分数 肯定不行吧 我写的文章 太 太短了 而且 也 这是 有一部分 我不理解 那个 文章的内容 所以 这是我的 猜测 我的预测 我的分数 这一公是多少 是165 这是我的猜测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 我的分数 OK 我敢打开那个网站吗 OK OK 我不会给你看 那个网站 我就可以 我不想泄露 我的信息 这类的吧 也许我应该 多小心 这个吧 OK 小等一下 OK 我 我会 我会去看看 我现在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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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哎哟 OK 也许这个有点难想象吧 ok 我怎么这个 小等一下我就会给你看看 yeah 这样 yeah 都不行吧 哎呦 我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这是木洞口袋 听你 56 对吗 阅读55 都 也许听你 yeah 太不可惜了吧 听你 听你 不行 阅读 不行 协作不行 ok 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 yeah 就是10月的分数 是低于3月的分数 就是7个月的学习 yeah 就那样吧 就那样吧 真的吗 yeah ok 这怎么可能吧 我不喜欢这个考试了 真的吗 yeah ok 我不知道 我应该说什么 真的 我的 我就 冷住了吧 ok 耶税 耶税 我们下车 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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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